明杰剛剛看到是國際軍事戰略 這一個非常關心中國的導彈 以及反導彈的攔截系統的同時 日本事實上也公佈了這幾天 中國海軍軍艦繞行日本的 這一個圖形的地圖跟航行 對 確實解放軍近期 不只是對美國或對台 這一個狂嗆 不惜一戰 那非常多挑釁的軍事動作之外 那今年以來我們看到對日本 也這個進一步 用步步驚逼的方式 在警告日本 那我們看到這個日本防衛省 公佈的這一張圖 那這個是整個航路圖 其實是從六月十二號到今天為止 基本上來講 我們看到其實六月十二號 那時候我們就看到說 有一艘055的第二艘 這一個大區拉薩號 那搭配一艘052D成都號 還有903A的補給艦 三艘艦艇穿越這個對馬海峽 日韓之間的對馬海峽 那時候我們其實就預測說 他可能要做繞行日本的示威動作 果不其然 我們看到後來到這個六月十五十六號 這兩天的時候 其實這三艘艦又分了兩批 那055跟052D走上面 北海道跟著等於說青葉島 這一個部分 庫葉島這個部分的 這一個中古海峽 另外比較特殊的是903A的補給艦 會同另外一艘情報艦 居然取到這一個金青海峽 那金青海峽其實 這個他的寬度非常的這個短 等於說不到 其實基本上連12海里都不到 12海里換轉成公里是22公里 那他只有18.7公里 所以非常的窄 那這個水道過去 其實是一直有爭議 那日本為了讓這一個美軍的核動力潛艦 或者是航母通過 所以刻意把這個地區的領海 從12海里縮成3海里 那中間然後公海可以穿越 不過穿越這裡的動作 確實就非常敏感 因為是一個非常窄的一個海峽 那這三艘四艘艦艇 那等於說出了 等於說這個海峽之後 目前的位置 已經到這一個日本的南面 那比較特殊的是 同時間發現了5艘 俄羅斯艦艇 也在這一個宮古海峽附近活動 所以這次當然也有人解讀說 是不是又是中俄聯手 因為特別是去年10月 其實我們也談過說 當時有10艘中俄的軍艦 聯手穿越這個金青海峽 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那今年5月上個月 我們看到中俄又同時出動 所謂的戰略轟炸機 突九五MS 或者是轟六 共同穿越對馬海峽 那這些動作 無非都是中俄 共同在威嚇日本 那為什麼要威嚇日本 其實我們就觀察到 中國也在學這個普丁的手法 特別是我們從這一次 俄羅斯戰爭看到 等於說這一個 如果俄羅斯 等於說 對於這個西方盟國 有哪些國家軍援烏克蘭 或力挺烏克蘭 他就會去恐嚇他 不然像先前 英國法國提供給烏克蘭 這一個相關的武器之後 不是也有俄羅斯的 這個名嘴 或者是俄羅斯的胡錫進 狂嗆說要丟這個 沙爾瑪特的核彈 去摧毀英國跟法國 那最近一個具體的案例 就是丹麥 提供給烏克蘭 這個暗制型的魚叉飛彈 馬上隔天 俄羅斯的軍艦 就去入侵丹麥的領海 所以這樣的動作 中國習近平也在學 所以等於說 為什麼也要用這種動作 表示說 當然日本第一個 他也挺 這個烏克蘭的這個動作 也讓普丁非常不滿 所以二艦也頻頻在騷擾日本 那更不要講 日本今年以來對臺灣非常多 立場上包含像這一個台海安全的 這些維護的發言 都惹得北京非常的不高興 那等於用這樣的一個軍事動作 也在威嚇日本 所以同樣中俄都用這種恐嚇的手法 在威嚇 可能支持他這個打擊對象的這些國家 那當然回過頭來 我們看到金晶海峽 中國軍艦自己都穿越 其實非常反諷 因為前幾天我們不是才談到說 這一個中國號稱 臺灣海峽飛國際公海 美國軍艦如果要進入 就必須要報備 那今天其實他穿越金晶海峽 有沒有跟日本報備 絕對沒有 所以我認為反而對日本來講 這時候有國會議員 也建議說日本軍艦 其實應該也要派艦穿越台海 就有他的正當性 你既然到我家來 我就到你家去